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广西的南宁 今天这个视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广西的首府 南宁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面貌 现在我所待在这个位置呢 是在朝阳广场与南宁站的中间啊 距南宁站四五百米 距朝阳广场也就五六百米 可以看这间这边老城区啊 也是非常的气派 很震撼 那边都是很多的酒店啊 这边也在这里建这个地铁口 南宁的城市绿化也是非常不错的 在全国都算得上是比较干净的城市了 这边有一个民航饭店啊 这边看上去还是人气很爆棚的 南宁呢 怎么说 它也是处于这个华南地区嘛 华南地区一共是包括了广东 海南 以及广西这三个地方 那么南宁作为广西的首府呢 其实 它在整个华南地区都是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作用 它的综合实力应该可以排在上华南地区的前五名吧 应该只比深圳 广州 东莞和佛山稍微要差一点 但是仅此直落后 这四座城市 所以应该是华南地区第五大城市 这边人口密度还是挺大的 交通非常的拥堵 这边是超阳路 看电动大军非常的壮观 前方就是苏林一狗和亚斯特国际酒店 从这里环视一下 南宁的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 地上都是一尘不染的 而且还有这个快速B2T 地铁好像也有五条线路吧 绿化也是做得非常到位 走到南宁的这个大家想象到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它一直可以平为中国最干净的十大城市之一 所以它这个是有原因的 大家在这个路上走一走就可以发现了 这前方就是草阳地下商业街了 这边也是集聚了当地一些人来这里休闲玩乐 这种生活非常的自在 走到南宁的街头了 我的感觉就是 除了干净之外 那就是交通真的非常拥有 这个物价可不低啊 这个物价可不低啊 一般香蕉都是六七块一斤啊 毫不夸张的说有点吓人了 很连一个城市幸福幸福最主要的就是看它的一个物价水平是怎样的 这边都是一些卖菜的 给大家看看这个4.7还是很融的 刚刚买了一点香蕉啊 5块钱一斤 大家觉得这个水平怎么样 这边有一个吃饭的这个菜价 大到10多块钱一份的 价格还算可以 像这里也有很多的这个家政公司 这边过马路 南宁这边的交通真的是非常拥堵 人口比较密集 而且他这边的电动车也是特别多 你走路时刻都得注意一下 现在这座公交车 带大家体验一下 南宁的快速BRT公交车 也顺便呢 这座公交车 带大家更好的欣赏一下 南宁 街头的风景 它的这个高楼大厦呀 比东莞和佛山 要多很多 高楼大厦呢 是位居华南地区 第三名 仅次于 广州和深圳 下面就好好的欣赏一下吧 看看南宁震撼的城市建设 北海洋 海洋 原宁震撼的城市建设 是个高楼大厦 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宁这个城市未来可期啊 火车上这边的人潮也是非常熏涌的 因为这边是出站口嘛 然后它那边是有一个停车厂的 出站在前面 可以看一见很多的人都是提着这个大包小包的行李箱啊 火车上这边还是有很多吃饭的 火车上这边还是有很多吃饭的 details 下集元 乣刀 meeting 早知